尼西亚南达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师婆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在这两天跟大家介绍了大师所揭示的Divisalila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所有的同修真的不能错过的这样的一个 让自己保证去开拉萨门票的机会 首先的开拉萨是宇宙最终极的世界 所有的灵魂最终都要去开拉萨 而且呢,如果你在这一世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你抓住了这个机会 那么你的灵魂呢,就保证了去开拉萨的这样的一个门票 你在地球上,不仅仅你在地球上的存在的使命完成了 你在整个宇宙中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讲呢 你也到了最终极的世界 这是你的灵魂想要去的最终极的世界 你的存在呢,就达到了你的灵魂所能够实现的最终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请大家都能够认知到 因为我们是阿凡达尼西亚南达大师 他的徒弟呢,有多么的幸运 只有这样的上师有这么多的无限的爱呢 才能给他的信众和徒弟有这么好的福利 当然了,不光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家人呢,也是同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科学它不管你到底是谁 只要你呢,灵魂离开肉体之后 你的骨灰在大师点化过的林迦里安葬呢 就是有这样的意义和结果 你的存在就成为宇宙最吉祥的化身 Parmashiva会通过你的空间显化 不光你呢,来到了凯拉撒 并且呢,你的存在呢,也是整个宇宙最吉祥的一个 Parmashiva显化的通道 它对你自己的家人呢 是最好的福报 就是你家人的业力也会因为你成为神明的这个显化的通道 而受益呢,他们的业力也会因此而消掉,变得吉祥 而你的存在呢,也是给整个地球 包括宇宙的意识提升的一个吉祥的通道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它的这个意义 不是说你作为大师的信众 你一定可以超脱,你一定可以去凯拉撒 你不管自己埋在哪里都可以 当然这也是事实 但是你埋在班加洛尔的这个临家池里的临家呢 临家里呢,这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 并且呢,包括已故的家人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了 如果你有他们的骨灰呢,也可以做这样的安葬这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有一些问题 可以积极的跟我们志愿者联系 也可以跟马开拉撒联系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意识到 现在大师给大家打开这扇大门 这个机会有多么的难得 并且这个临家池呢,是在班加洛尔的这个寺庙 班加洛尔的寺庙就是Paramashiva的身体 所以呢,能够在这个地方一直 在它的呼吸之处一直存在着 这是一个,所有的灵魂都很难以想象的 最至高无上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抓住这个机会 这是可以说我们对这一世 和自己所有的一切未来的存在 最负责的一个决定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点亮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